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关 好的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呀 问什么 为什么要绝分开关 得先了解人体 找个尸体解剖 做学习第一步 挺正常的呀 开 尸体还算新鲜 抛开来 查查什么死因 你是不是害怕了 都是细菌 总得来个保护吧 什么叫细菌呢 总之就是很脏 那好得戴个手套吧 你怎么说啊 剖诗是要在细小深微处做文章 手套臃肿 剖诗 何其不变 不是东天太太那种 手术手套特别薄 天是手那种 懂吗 你说那手套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动完刀 你 你好好洗手不就完了吗 你 五竹叔很厉害 可以与四大宗师比肩 要不是五大人平时出手不多 名声不鲜 天下宗师 就应该是五位了 我娘和五竹叔有什么关系 五大人 是你母亲的仆人 那我娘岂不是更厉害 你母亲确实是天下无双啊 她当年是怎么死的 那不能说 都少透露一点吧 你话太多了 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 你 你 你有受不了的时候啊 老师 我还是个孩子 你没事没事 小孩子都贪睡 想想是什么毒 什么时候下的 怎么中的毒 你在我剪筷子的时候 下了毒 味道发色 所以混在野菜里 按平时教的 自己选 不对 这瓶 选好了就吃 对不对 吃了就知道的吧 怎么 老师 这怎么了 转错了 其他名字的味道都不多 我跟你说让你选一笔 并没有说那里边有解药 老师 你太 老师 太过分了 你砸我头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 你要是不服 你可以对我下毒 你要是把我毒翻了 你还就出事了 这本真气密集 是你给我的 还记得吗 这是你娘留给你的 这本真气我练了有点问题 不好控制 特别霸道 说 这本真气有名字吗 有 叫什么 霸道真气 我怎么觉得是你献起的呢 我这真气不加控制 恐怕对身体不利 说 这真气到底该怎么练 是吗 不知道 我没练过真气 可老师说你超厉害的 还行 我娘是不是被你气死了 忘了 那我这真气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 吃完萝卜 跟我来 去哪儿 运用你的真气 将真气灌注在脚上 速度会更快 我没练过 也不会用真气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来锻炼你的身手 什么办法 我打你 然后呢 你躲 就这办法 只要你有足够的眼力 反应 速度 和力量 尽力躲开 再来 今日我来给他上课 我来给你 师傅 我绝对永远都躲不开 你需要时间 老实说 您和四大宗师一个水平 差不多 打过 有的打过 谁赢了 打平 那可是世上最强的四人了 您没去过五 就能和大宗师打成平手 足够快 足够强就可以了 要多强才能和大宗师看好 五叔叔 叔 前面就是悬崖了 能做到这么强就可以了 说 还是不是人啊 老师坐 茶里心条的毒 您试试 就是段长红 茶里没有啊 你怎么做到的 表皮没有 内里有毒 你自己想想吧 成招了 什么毒啊 不是毒 而是时间 这些日子 老师都是用了上等毒药 老师 您不是中毒了 而是您补得太狠 气血旺盛 你倒是聪明 真是另辟蹊径了 三日出师了 嗯 一中招了 我就出师了 对 我出师了 我出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